为了相应政府 积极对控疫情 买着企业家军困观众相关的用品 甚至在台南安地临着小的台减车 部队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医疗的领域 专利来对控病毒 让疫情可以早期在地控制 民众提供哪里正处理生罪 由于最近已经压关 各种消毒清准用品都缺乏 为了为民众可以做好 环境消毒 放置疫情来拖开 就在地企业在民意代表的 合物处来设定 免费提供大家的使用 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 就是企业家应该有的一个社会责任 后来呢能够引起大家 就是每一个在地企业 都能对自己所处的一个地域 能够做一个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样子后来对 后来可以就抛砖以狱的效果 那也有很多热心的人士 尤其我们地方的企业 他就免费无限量提供 消毒用的相关物资 包括次律酸水 在我服务处这里 可以说是无限量的提供民众使用 在防疫期间呢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 随时都可以来取用 企业与大家做的打命来对抗疫情 为疫情来进一项新立 六式企业的社会质量 另外没有企业来关注 您接触的采检站 提供以后人员方便 和快速来进行提检 当时也保障第一项以后人员的安全 但是市长恩委帖 也非常感谢 起入的爱心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共同见证台积电 捐给台湾市政府 这个行动防疫车 您接触的行动防疫车 这是非常非常 对于防疫人员来讲 是非常宝贵的武器 在对抗COVID-19的病毒方面 那也是全台湾第一个 已经建制完成的防疫车辆 的这个台积慈善基金会所 建制完成的防疫车辆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起入的实质行动来回报社会 借由这次观景 希望可以大家 保存英雄的好够 既然有更多爱心的起入 可以作为来 大家更新免对困难 共同做好 逢他促试 和以前可以早期 进到控制 记者 李信务综合播的